那讲到全民学程式这一件事到底对不对 那在讲这个之前 我想很多人一定说 对啊对啊 这个就是全民要学的 但是如果问你为什么 讲不出所以来 或者你只能很简单的讲说 我们学这个其实就是为了要学逻辑 但是你真的要去解释的时候 你又解释不出来 所以面对家长的质疑 我为什么要学程式 我这个小孩我是练文组的 我是学语文的 我为什么要学程式 我这个小孩我继承家产 我以后就是经营家族事业 我为什么要学程式 我这小孩 我毕业之后 我要去服务业工作 那我为什么要学程式 所以很多人对这个全民学程式 这件事抱了一个很大的质疑的态度 而且呢 你又你在回推到真实的世界 回推到我们以前的的教学 你想想看你高中学了危机分 大学学了危机分 你现在到现在你30岁40岁50岁了 你有真实的把危机分 用在你的工作上 用在你的生活上的请举手 我想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少数 非常非常的少数 因为除非你是做跟科学有关的工作 那你才会用到这危机分 这种事情 那所以回过头来想 在教育上 如果你把时间花在你永远用不到的东西上面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时间节省下来 去学你将来要用到的东西 这样不是才是教育的本质吗 事实上国外的教育也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那所以回到全民学程式这件事情 如果你身为一个老师 你的班上有30个孩子 我们就用这30个孩子来跟各位做说明 根据劳动部的统计 学生大学毕业之后 真正会从事自己的那个科系 那个领域的城市这个部分 资讯领域的这个部分 只有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 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里面 真正会走进到资讯相关的这个领域 我们假设这个 不管你是学 只要碰到电脑的碰到电的碰到这个资讯的 我们都把它算在他有可能用程式好了 把这样全部都算进去之后 这样的人只有占十分之一 那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从国小中年级开始教电脑 中年级高年级四年 然后国中三年 然后高中三年 到现在的大学一年级还有通试 全民要学城市 所以学了这么多年之后 你发现 将来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有用 那对这十分之一的人来讲 你那一个班30个人里面 只有两个人 未来是走这条路的 对他们来讲 非常的棒 因为我多学了好几年 但是对那另外28个人来讲 是不是在浪费他们的生命 所以回到全民学城市这一件事 到底对不对 我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但是我会跟你讲 就字面上来讲 我觉得它是不对的 那到底要怎么样做才是对的 那当然有人会说 我们学城市是为了要学逻辑概念 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懂逻辑 会思考 对不对 这句话完全没错 但是你再回头想一想 你去看看国中国小的资讯课电脑课 我们的课纲 科技领域的核心 最后是要教会学生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 这两件事 那这其中运算思维是用科技解决问题的方法 设计思考是在情境中 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这整个流程 好 那课纲这样定 但是请你回头看看你的国中小的老师 在科技领域教这个科技课的时候 他有没有教到这件事 你会发现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只有教你写程式 教你使用一些工具 教你创课 教你3D 教你雷切 都是教纯技术的东西 那如果你教的是纯技术的东西 你觉得小朋友在上课的时候学技术 你希望他长大到社会之后 他能够把这些技术直接用在生活上面 你觉得这个几率高不高 其实一点都不高 为什么 你教学生A 希望学生B 你以为每一个学生都是周星驰吗 会自己悟到吗 自己突然就开窍了 这样的学生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我个人主张是你要教学生这样的一个运算思维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你就应该直接把运算思维的一个方法直接教给他 而不是纯教程式 然后最后希望他自己领悟运算思维 好 那这一件事我们待会再来提 好 那什么是教育 各位知道教育的真相吗 教育其实是为了人类的经济发展活动的前面的准备阶段 那所以我们在定课纲的时候 都是像什么世界经济合作组织这一类的机构 他在提出世界人才需求之后 那各国就会去参考这个人才需求的标准 再去修订自己国家的课纲 这个就是教育现阶段的做法 也是课纲订定的一个做法 那各位知道我们的国家的教育前面 国中国小是属于国民教育的阶段 对吧 那国民教育各位知道什么叫做国民教育吗 国民教育的精神是在培养孩子未来出社会 所应具备的基础生活能力哦 不是职业能力哦 那职业能力是在什么时候培养 是在技职阶段 在高教的阶段去培养就业的能力 所以就我们国中小来讲 我们所应该注重的是他的生活能力 而不是技术能力 而不是职业能力 所以你再回过头来看看 科技领域的课纲里面 科技领域的核心 有这几个关键字 运算思维 设计思考 那这个刚刚有跟各位讲过 那素养导向 什么叫素养导向 就是你教的东西 必须是学生 以后能够遇到问题 可以直接拿出来用的 他会直接应用的一个能力 这个叫素养导向的一个转移 然后还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所以小朋友以后要能够自己学习 要能够有自己学习的能力 然后要能够发挥创造力 然后还可以自己动手做 可以自己去解决问题 这个是我们新课纲里面的几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关键字 那在这样的一个新课纲的一个核心下面 我们花莲 各位知道在新课纲提出来之后 国小在课纲里面是被 科技领域是被移除掉的 所以换句话说 科技领域是在国中才出现 那国小就没了科技领域 搞什么鬼 全世界都在重视资讯科技的能力 为什么台湾把国小科技教育给拿掉 对没有错 就如同各位的抱怨一样 的确世界是这样在走 但是台湾的教育违反了世界的走向 世界的趋势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在107年各县市就纷纷自救 因为中央一句话 他说国民教育是属于县市政府的范围 中央没有强制性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国中小各县市开始在自救 所以我们花莲在这个时候 也做出了我们的花莲的新的架构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叫新武力 那这个武力呢 前面我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武力 第一个是因应未来的快速自学的动机跟能力 也就是说 时代是快速在变动的 我们现在教的东西不一定适合未来的需求 所以如果我们教出一个小孩 他能够很快速的能够有自己学的能力 那这样子的小孩 不管你未来怎么变动 他能够快速的去因应 快速的去因应这个变动 那第二个叫跨时空 跨领域 自由自在的工作能力 那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他的是一个远距的 云端的一个工作能力 且城市的能力 如果有这样能力的一个孩子 他未来就不一定要东南西北飘 他可以在他喜欢的地方去住下来 然后甚至拿个笔电到海边 只要我手机有网路 我走到哪里我都能工作 只要你具备这样的一个云端工作的能力 写城市的能力 那你就有机会是一个自由人 这是第二个能力 第三个就是能够融合当地人文跟科技的创 创意创造力的这样的一个人 也就是说 刚刚我们那个自由自在工作能力 是你不用去找别人 就能够有工作 但现在这一条是 人家必须要来找你 你有你的独特性 你的创造力 那这个创造力又是别的地方没有的 只有你独有的 或者你只有当地独有的 那这样子就必须人家来找你 那所以只要是这两种 你都不用考虑以后将来没工作 也不用考虑什么东南西北飘 那第四个当然就是 你有系统性思考的能力 也就是面对问题解决 发现问题跟解决问题的 一个系统性思考的能力 这当然就是我们的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 然后最后就是 你有人际沟通团队分工合作的 一个协调的能力 就是我们的沟通跟合作的能力 那这五个例呢 下面三个就是我们现在教育部 所提供的一个叫做五息的关键能力 那上面两个呢 是我们当时候就规划进来 教育部并没有把它放进来 但是从这两年的疫情 各位就非常的了解 我们其实花莲县已经超越 教育部的课纲 已经把这个愿景给放进来 那这个是花莲县的努力的部分 所以我们进一步把这个架构给定出来 那因为国中小的资讯课 国小资讯课的部分 它是只有每周一节课 中年级开始每周一节课 那所以时数也不多 那因此我们把旧的传统的那些资讯课的内容 就把它浓缩浓缩 精简到再精简 那只留下一些通用必要的能力 跟符合时代需求的一些基础能力 这些留着之外 我们把一半的时间拿来教新的 程式跟创客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 教程式跟创客的能力 能够培养出它的运算思维 跟设计思考的能力 然后同时培养它的创造力 跟自主学习 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我们都已经有一些具体的方法 而且很简单的方式 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转换 好 那这个有机会 我们再跟各位做分享